有的人说这个法会太频繁了 这个年底刚做完 初九又拜天宫 然后十五呢 我们又做年初法会 这个太频繁了 这个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群人跟其他的人有点不太一样 你们跟着修学了一段时间 我们跟十数人不一样在哪里啊 就是知道自己不是个东西 自己不是人 那自己是要知道超越一般人的人 所以说我们给我们这群修行者起了一个名字 实际不叫起了一个名字 是还原了一个名字 还原了古圣先贤 这个庄子当年特别强调的一个名字叫神人 也就是在我们这些人的自我意识中已经开始觉醒 我们除了自己有一个人的躯壳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神明身 那古人叫他灵魂身 佛门称之为神石身 也是有一个真实的身 只不过是住在我们这些人的旅程中 只不过是住在我们这个躯壳里面 这个大的灵身 化成了很多小的神身 包括眼神 耳神 鼻神 舌神 五脏六腹神 四肢百合各有神 我们根据古代经典 黄庭 这个内景经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 知道我们是体内有万神 这个数不清的神都居住在 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躯壳之内 那么大家既然知道觉醒 其他人是不是神人 也是神人 但是不知道 不是说他们就是应该是稀里糊涂的一堆肉 就是这个肉身 认知这个肉身不是这样 是他们还在做梦中 梦幻泡影中 认为自己只是这个肉体身 我们这些人和普通人要有点不一样 就是你既要在人间 见人的责任 你可能是一个父母 可能是一个儿女 可能是一个各种角色的人 是人家的丈夫 是人家的老婆 是孩子的妈 孩子的爹 等等 你还有各种社会角色 那这是人的角色 我们既然是异于人的人 异是不同 不同于普通人的人 但是我们首先是个人 大家要在这一点知道 自己首先是个人 说是人当尽的责任 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去尽这个责任 那么除了人应当尽的责任之外 我们还要尽神的责任 这就是神人 神人跟人的不同 这是别人在欢天喜地的吃喝晚乐的时候 我们还要尽神职 神职就是作为神 神明这个层次的职责 那做什么职责呢 我们既然是神人 要服务神 所以该拜神的时候要去拜神 那么初九拜天公 拜财神 拜太岁 那么很多神人们出来 还引领别人去拜神 这里面包括了四圣法界的圣贤 三清啊 太圣啊 诸佛菩萨啊 那么也包括了天界 这个二十八重天的天神 还有神仙界的神仙 还有地界的神仙 天龙八卜 等等众神明 所以是神人们引领着人 去拜过神 这就是你们的神指 通常古代称为神指人缘 就是你们要服务神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